都在传啊 这一中天中华史要下架 但我看呢 各大平台还在卖 希望呢 这只是一个谣言 这一中天老是 那批网红学者里边 少数让我尊敬 以及喜爱的学者之一 也曾对百家讲坛这个节目不迟 但如今 连百家讲坛也都成了天花板了 我很喜欢听着喜马拉雅 那个张大鹏老师播讲的 这个一中天中华史睡觉 睡前呢 我就有听书的习惯 且只能听历史才睡得着 每天听两集 一般第二集听不全就睡着了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一中天讲珠子百家 讲隋唐三省六部和王安石变法 特别能体现一中天的历史观 一中天先生就说过 我是学中文的 讲历史盛在历史观 但如果要惹麻烦 我想可能就是这个历史观 给他惹麻烦了 如果你能看完他的中华史 就能读出来 易老师是在用具有当代性的 文明的视角去看中国历史 易老师武汉大学毕业的 最近五大校庆 一中天谈雷军捐款 13亿又上了热搜了 说到五大就不得不说到 80年代的校长刘道玉 他在1981年一中天就读五大中文系 是就当校长 被称为五大的蔡元培 缔造了五大的落家山传奇 在五大开学第一天 刘道玉先生就在全体学生说 如果老师的课讲的不好 你们可以不听 杨小凯曾因为写中国向何书去入狱 后来是刘道玉为杨小凯争取平凡 并聘他为教授 他保护赵林布被开除 破口录取野夫 帮邹恒福等 筹集哈佛大学的学费 培养出了一中天 邓小芒的著名学者 包括陈东生 雷军 艾陆明 都是他培养出来的 那么毕业于五大的主持人 窦文涛就说 我想我要感谢刘校长 开明学分制 学生可以不上课 老师不上课不点名 非常宽松 不爱读书 不爱读书 你就可以去实习考试 实在回来 遗憾的是 就在五大如日中天的1988年 那么刘道玉准备开始 他第二个五年规划的时候 一到册令下来 他就不得不辞职 他曾写过一副对联 生不做万户猴 死不争半村种 这才是知识分子吧 这个艺老师也是有刘先生的影子 希望他一切平安 一切都是传言 但所谓无风不起浪吧 还没入手的 还是入手一套吧 这艺中天先生的文笔通俗又幽默 这套书也很适合中学以上的孩子看 推荐大家 好